小朋友着装后到恒春俄联比海域活动 他们是肯定国小俄联分校的学生 这所全台最南端的迷你小学 致力推展特色课程 其中以海洋课程最受瞩目 有不少学区外的学生慕名来就读 去台北哪里 新北市吧 我喜欢这里的海和生物 很多校外教学 哪方面的 田水或者去别的地方过夜什么的 这所学校有46名学生 学童从一年级开始探索校园海边 二年级认识潮间带 三年级安排出街自由潜水教学 四年级有珊瑚白话观察 SUP教学课程 五年级学习冲浪帆船 六年级学潜水 毕业典礼潜入海中顶毕业证书 别开生命的海地毕业典礼 打响了学校知名度 这个潜水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海洋课程 其中的一部分 他们从小从一年级就开始 亲海认识海洋环境 然后三年级他们就会学习 这个 三年级就浮潜 四年级就SUP 五年级就冲浪 六年级他们就学习潜水 然后这样一系列的课程完成之后 他们就去接受这个 那个潜水毕业典礼的一个挑战 因为我们学校的那个水上活动都是从小开始培养 就从一二年级这样子 我们校长都很支持我们家长也都非常支持 让我们可以长小朋友带到海边 因为真的要带小朋友去海边 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由专业潜水教练一对一指导 学生潜入海底进行探索 也会配合近海活动友善海洋 肯定国小俄联分校有全台独一无二的海洋课程 另外还有生动活泼的教学课程 让孩子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 在少子化的现代 有很多家长希望孩子适性发展 也难怪就算得跨学区花较多时间在通学上 还是有不少家长及学生甘之如意 记者张如云 杨振义采访报道 地下